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今晚很恭喜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到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評一些事件或者事物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羅龍去蜜 最後是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或者我們建議我們作為香港人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才能夠令到這個問題真正解決得到 今晚我們會好像以往幾晚一樣 我們都會首先討論一下香港最近發生的 在醫療方面的事情 我們也會跟著討論另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是比較新一些的 對很多人來說 就叫做古老陽光的末日 除了金銀營先生和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也請了一位馬國輝先生 我們等一下會說 為什麼我們會請馬國輝先生呢 好 那金銀營 金銀營 金銀營 金銀營最近發生什麼事 香港這方面 我們先給聽眾打個招呼 大家好 這個星期 最出位當然是陳鵬富珍 好像很大條的新聞 給我們中央政府推薦他 去競選世衛總幹事 他現在也是世衛傳染病的主管 是 那你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他做世衛總幹事 去競選世衛總幹事 來代替那個 好像上個月過了新的 突然過新的 中風的 李宗屈 李宗屈 這位是韓國的醫生 好像做了三十年 在世衛做了三十年 即是不同職位 是 你怎麼看呢 首先我們會覺得 你覺得不覺得很光榮 因為我記得你跟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都不太可能 因為他基本上 他想加入世衛的時間很短 可以這麼說 他在世衛的工作時間 如果他真的當選為總幹事 應該是歷史以來 在世衛的經驗最短的一個 相比上一個來講 三十年 你看到傳媒那方面怎麼說 即是有些什麼的報導 關於他被推薦 特區政府感覺到很光榮 中央政府認為是適合的人選 他們是根據大家 可以看到什麼原因 他這麼適合 他說他是領導疫症 有經驗 對的 他是領導過沙士 不過看看成績 我相信你這方面比較清楚 報紙 你說在電台電視上 看過訪問有些沙士的遺屬 他們這些人有什麼反應 你聽到的資料 有線 有線 有線訪問一個淘大的時候 有親屬過身的一個家屬 他就說 他說如果給一個 在香港領導得 處理沙士疫症這麼差的一個官員 去做領導全球的疫症的話 他就覺得有點容易拿過 有時候 譬如我們發生某些事情 我們有很多國家的不同的經驗 我們會綜合看 每個國家的處理這個問題 那個結果是怎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麼多個國家 沙士期間的死亡率 香港是全世界最高 這是最客觀的指標 你看死亡率就知道 他有299人 有300條人命 還有1,300多人可以說是中生性相殘 其實這個成績可以這麼說 這麼多個國家 處理沙士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處理得最差 還有立法會出了一個 這個沙士研究報告 是譴責陳馮富珍的 是的 那我就覺得 袁醫生我覺得很好笑 一個前衛生官員 是被立法會譴責 然後又可以做到世衛總幹事的話 那是否有些什麼原因呢 我也不太明白 那他背後有些原因 令到世衛會這麼喜歡他 當時他說他約滿 在沙士完結後 他約滿他就走了 世衛邀請他去主管全球的公共衛生 是嗎 然後現在就轉去傳染病 是的 你記不記得當時 在我們最近的七一 在遊行的時候 我們不是遇到一群中醫界的人嗎 是的 他有一群很大的Banner 好像怎麼說他 是他一手一腳去制定中醫的法例 和中成藥 背後其實就是想滅絕了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醫學 他當時我記得那個Banner 好像說他是一個公開批評中醫 他曾經是 為甚麼他們這麼反對他呢 他是一個香港的政府的官員 公開指責中醫 或中醫不科學之類 我們很奇怪的 為甚麼他會這麼受人歡迎呢 第一 他完全違反了我們世界化症組織 應該推揚世界上不同的醫療方法 我也知道 其實根據世衛的資料 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人 採用的醫療方法是一種傳統醫療 包括中醫 西草藥 或者自然醫療那類的 一般人所認知 所謂西方的西醫 對抗性醫療 其實是佔第二位的 而佔第三位是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大概有八十幾個國家 有同類療法醫生 採用同類療法這個方法 你看到 他完全跟世衛一向所推揚的東西 好像都很不同 世衛應該是講世界各地的醫療體系 在表面上 他的宣言裡面 世衛經常都會講的 我們要鼓勵每一個地方 採用他當地方的傳統醫療 但是這個陳馮富珍 似乎他公開是覺得中醫是不行的 但當時他很極力推揚用過疫苗 他現在的工作崗位 其實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推揚用疫苗 來處理很多所謂傳染病的問題 袁醫生 那你可以看看 我最近在地鐵站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賣了廣告 說要籌錢為全球的小朋友打疫苗 打麻疹疫苗 對 你可以看到 背後 世衛到底是一個什麼組織 因為很多人都在表面上 都以為世衛 是一個世界的機構 是為世界人類 謀取健康的福祉 但你可以看到 世衛所做的很多事情 背後是什麼人推動的呢 其實背後都是那些藥廠 跨國公司來控制的 很久以前我都看過一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西醫 他曾經都在加拿大 美國和法國行醫 他在二十多年的三個不同國家 三個不同制度之下的行醫經驗 都發現醫療徹底失敗 崩潰 最後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 沒有中文翻譯 叫做 Medical Mafia Medical Mafia 大家都知道是黑手黨的意思 醫療黑手黨 醫療的黑手黨 醫療的黑手黨 這本書很清晰地敘述 我們現時全世界的健康問題 那個根源在哪處 因為他說 基本上現在控制我們的健康 不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最後好像一個黑手黨的家族 這個家族是有什麼成員呢 有一個世衛的爸爸 有一個政府的媽媽 跟著那些兒子就是醫學團體 醫學的學院之類之類 那這一班人 最後就是控制我們整個醫療的方向 他在這本書很清晰地分析到 整個問題 我們根本是完全沒有醫療自由的 我們整個地球的趨勢 都是把我們很多的基本的人 所需要的服務 把他國有化 首先用一個國家的負責方法 當然這個最後的目的 是把這種服務 所以可以說是monopolize 好了 跟著慢慢地我們的趨勢 跟著大財團 就開始將他接收 我們叫做私有化 最後將一個壟斷的服務 由先政府開始 將它成為壟斷的行業 跟著最後 再雙手奉給這些 聯絡背後的大財團 我們看到過去世衛總幹事的背景 我們看到沒有誰是知名的 或者醫療界有特別貢獻的人 可能他們行醫經驗 都不覺得他會很多 通常這班人的背景 通常都是官僚的 即是每個國家醫療的官員 那班人做出來的 通常是一些可以這樣說 直直無名的人 在醫學界科學界 又不知道有什麼突出的貢獻 你估計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你會選擇一些這樣的人 做一個領導 然後世衛的領導 我感覺上 可能一些人容易管治 會比較容易聽話 容易操控 容易操控 其實世衛背後 是一些跨國大財團的藥廠控制的 當然表面上 你看不到這個控制的影響力 背後是影響到整個醫療的趨勢 我們地球的整個醫療方向 都是由這些跨國公司來推動 主要是用西醫那套藥物的治療 用那些疫苗注射 而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這樣的方法 打針打針 已經打到全世界很多新的病 包括非洲的愛滋病 非洲的愛滋病 都是由這些疫苗 推動疫苗 所謂的天花的疫苗注射 還有麻疹疫苗注射 令到爆發這些天花的愛滋病 就是這個問題 袁醫生 不如我們找一個星期 去講世衛這個問題 好嗎 其實世衛這個問題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這本書 如果大家聽眾有機會 可以先去網上 或者可能都應該買得到 這本書的名叫做 The Medical Mafia M-A-F-I-A 那各位作者是 Chiseline Lantot 她又是 G-H-I-S-L-A-I-N-E Chiseline Lantot 就是L-A-N-C-T-O-T L-A-N-C-T-O-T Chiseline Lantot Medical Mafia 如果大家有機會 先看到這本書 我將來大家討論的時候 大家可以一起參與 那這本書有個副題 就說 How to get out of it alive and take back our health and wealth 這本書 我們用後 我們會詳細一點 進入去討論 我們今天請了馬國輝先生 其實我們怎樣認識馬國輝呢 其實一個很偶然的情況 我公司一位同事 就給了一個廣告 一個小廣告給我看 我都不知道什麼 我都不記得這份報紙 那份廣告仔 就是有一本書的圖片 就叫做 《古老陽光的末日》 作者的名字 那時候有沒有中文書 但是呢 就是 我們都不知道給我登 我都不知道 最後來 最後來 那次 刊登了一段時間 我想都幾次 最後那次 那位刊登的 這位先生的名字 聯絡過 E-mail 電話出現過一次 我同事 就告訴他 那我趕快聯絡一下 這位是什麼人 這位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賣過 因為這本書 我以前已經看過 這本書是一個很好的書 結果我發現 原來這位是馬國輝先生 我們都約了出來 大家聊聊 了解到馬先生以前做銀行 那當時他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做 不是全職在做任何事情 不過他就覺得 就是 有些資訊 我們應該給香港 多些人去分享 那他就去做這件事 一個 就是他沒有什麼政治背景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之下 是的 那袁醫生 馬卿就坐在這裏 是的 不如就直接問一下他 馬卿 為什麼你這樣做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 有機會可以在 袁醫生的節目 《香港出道》裏面 去介紹一下這本書 其實這都是一路我的心願 那時候我登報紙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去帶出一些訊息出來 那如果現在你問我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換成了我的求生本能 為什麼這樣說呢 打個比喻 有一棟大廈著火 那我晚上睡醒了 發覺已經沒有路走 那樓上有個水箱 但是一個人打不開水仔 那我很簡單 直接就是要叫醒我房裡的同伴 去一起上去打個水仔 救適點火 其實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地球上的問題 都是差不多 之前我一直都覺得 那個生活方式各樣都有點不妥 但是我就拿不到個重點 究竟有什麼不妥呢 又說不到出來 但是有個機會我看了這本 古老陽光的末日之後 我開始明白到那個問題的核心 和它可能引發的後果 那這本作者呢 叫做Tom Hartman 叫做Thomas哈特門 那我看回那本書的時候 它介紹呢 它自己本來是一個從商的人 它曾經擁有六間不同的公司 那個資產呢 曾經差不多是過半億美元的資產 那它賺到很多錢的了 這方面那方面它做得很好 但是結果呢 它就停止這類的商業的工作 那它就做很多的教育性的工作 那它也都寫過有幾本書呢 是關於那個 好像是小朋友那些 過度的自閉症的問題 那我估計它可能呢 可能在家裏面 會不會有一個小朋友 都有這個問題 那引發它這方面的 那它有一個網站 那我有網站 你也都發現它有很多 其他這方面的書籍 那我都買過回來去看的 那它另外最有趣的地方 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那我就發現 原來它現在在美國 Vermont那裡居住的 在Burlington Burlington 那Burlington 是我以前讀大學的地方 很接近的 我有這樣的印象 我三十多年前 在美國讀大學 那我的大學呢 就在Vermont 是一間很小的 施立的 所謂叫做前衛的學校 那所以我覺得 挺有趣的 不如有一天 我回去母校 做Reunion的時候 或者去拜訪一下它 或者我們想知道 你覺得這本書的重心 有什麼信息 你覺得很重要 我們香港人都需要知道 其實這本書的名叫做 《古老陽光》 可能很多讀者 初初不明白 那個《古老陽光》是什麼 其實《古老陽光》 筆者是指一些 不可以再生的發射 燃料 好像煤、天然氣、石油 而書中討論 集中在石油方面 石油 我想現在對很多人來說 都開始留意到油價的走勢 由那本書開始出來 1999年到現在2006年 油價已經升了超過一倍 油價對我們社會的衝擊 很多時候大部分的人 都當作經濟問題 但其實這不是經濟問題 不簡單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整個文化 都有一個生與死的問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要先嘗試用一本書裡面的內容 去介紹一下 那《古老陽光》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石油 石油其實就是一些 幾億年前 由植物儲存下來的陽光 是當時的陽光 他就叫做古老陽光 這些是不可以再生的 即是轉化了 是的 轉化了 其實我們和所有的生物 都是由陽光構成 由能量的 是的 由陽光能量構成 因為動物包括人類 都不可以像植物一樣 直接在陽光水和空氣 去製造我們身體的組織 所以你看到我們早期的人口 就是受制於 究竟可以植物 攝取到當時的陽光 而決定的 你看到陽光和人口的關係 就是 如果從人類最初出來的時候 大約二十萬年前 到四萬年前 全世界的人口 是不超過五百萬 我們再看看 人類的變化 就是四萬年前開始 我們就會懂得放牧 飼養動物 那些山羊綿羊 就可以吃到一些 我們吃不到的植物 就等於我們可以利用到這些動物 去捕捉更多的陽光 然後再進化到一萬年前 農業革命出現 我們一塊地 原本可以產生十個人的食物的時候 現在就可以產生一百個 這兩種方法 畜牧和農業 是有效地將太陽的能量轉化為食物 再加上後期幾千年之後 我們出現了採礦和提煉金索技術 就產生了一些工具 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生產能力 所以 糧食就激增 人口呢 就由 公元前的八千年 到耶穌基督出現的時候 即是二千年前 就由五百萬 增加到大約二億五千萬 馬卿是否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 例如史前或以前的人類 他是用即時的陽光 來供給自己所需 金卿你覺得很對 是用即時的陽光 但是現在去到我們現在的所謂現代社會 或者近些二千年 不是 應該近些工業革命那段時間 二百年 開始食材礦 那就 拿了以前的能源 出來增加食物 那些生產 即變為能源去生產食物 所以去到現在 所以為何人口 即是這麼多 其實它第一個最大的突破 是大約在九八年前 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煤 煤就是 那個 古老 那個能源 那個儲藏最頂的部分 當你開始燒煤的時候 你便可以將那些林木 去產平 然後生產食物 因為以前我們最主要的能量 是木頭 它一定要保留著 一部分的林木 去供應它 當它不用用林木做燃料的時候 耕地多了 食物就更多 那人口就由 公元一千年左右的五億 去到我們近代一千八百年 的時候第一個十億人 那這個就是去到一個人類最重要的分水嶺 就是如果當時的煤都用了 大自然就會接手和控制我們人類的數目 二百年前我們有十億人 但是當時在1850年的時候 出現了另一個大突破 就是發現了石油 在羅馬尼亞 有了石油供應之後 再加上我們的科技 開始 著有進步 那我們的產量是急速提升的 那如果你 聽完以下的數字 你會見到那個 人口的暴增都幾驚人 從1800年的十億 短短在一百三十年之後 就變成了二十億 那這樣我們看回 人類從二十萬年前開始 用了二十萬年 才可以累積到十億人口 但是第二個十億只是用了一百三十年 那我們繼續不停地開採石油 更加可以做得更好 做一些更好的科技出來 更好的工具 那產量不停地增加 而去到第三個十億 只是用了三十年 很短的時間 是一九六零年的時候 人口已經去到三十億 但是都還未停止 到第四個十億 只是用了十四年 一九七四年 我們有四十億人 跟著十三年之後 我們有五十億 到現在 二零零六年 我們是有六十五億人的 那你會發覺 如果沒有了這個古老的陽光 即是石油和煤呢 地球上可以維持的人數 大約是十億左右 那 我想那個結果都很明顯 就是很多人會死 那 帶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還有多少 剩下呢 那 有很多不同的統計 那大約呢 他就說 如果以目前那個 消耗量的速度 我們大約還有四十 到四十五年的石油 可以用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 每年的經濟增長 都是一個很厲害的數字 那如果就算當是三個百分之增長 那原本四十五年的用量 三十年就用了 那可能很多人都說 那你還有三十年的時間 還有大把時間 其實 不是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 我們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這些不能再生的能源 是 是 復應一條叫做 農物線的原理 就是說 它的最高生產量 是會去到頂峰的 之後呢 就無論你怎樣去 嘗試去開採啊 去泵它出來 都會越泵越少 越來越難採集 是的 其實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根本 就是 採這些石油 或者採礦 根本原則上 不可以叫做生產 是的 是叫做耗緊 就是 叫做 拿著以前的 儲竹 是的 儲竹 即是在透支 是的 可以這樣說 絕對是 還有我看到 最近看到的資料 其實現在很多油井是在乾的 是的 還有現在最大的隱憂就是 中國的經濟崛起得很厲害 他現在 我們的國家主席 去年 還有今年 都到處去那些產油國 去買能源 本身自己都不夠 其實 中國本身的消耗能源 其實 可以換句話 是加速這個問題 惡化 絕對是 是的 他的消耗能源的速度 我相信是史無前例 是的 史無前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所估計的數字 我們剛才說 用3% 3%來消耗 增加 即是增加3% 絕對 45%的石油儲存量 到30年就完結了 我們不是說 其實幾天年很容易過 我最近很容易過 但是問題 不是說到那時候才開始出現 在問題 就是好像馬國輝分析 我們所謂的拋物線 到某個地步 問題就會呈現出來 現在已經是 已經全面了出來 沙地那裡 都開到作 你看 為何這些伊朗戰爭 大家其實為甚麼而打仗 其實都是為了爭取這些石油的資源 如果北韓有 它已經被人打了 其實這本書亦都提及了一件事 我印象比較深 即是說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人類過去 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所謂 Empire 出現過 它亦都有輕衰 這本書分析到 其實為甚麼這些 帝國的輕衰的過程 其實往往都是這些地方 當它的州 它能夠取得到的能源 是消耗了 沒有了 它這個王國就會毀滅 就會崩潰 如果用這樣的歷史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人類 我們這麼依賴的石油 不是很多年前 一說石油短缺 整個經濟的波幅 波動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從來很少讀歷史 真的跟歷史學一些 教訓出來 我們從來都沒有 從這本書的分析 過去的文化那些輕衰 其實主要都是跟能源有關的 當能源用盡 它拿不到 譬如它斬樹 斬到周圍的樹沒有了 它不能夠再去收集多些 那它就滅亡了 那它就滅亡了 即是說這本書的作者 就開始發出了一個警訊 其實我們不是很多年的時間 我們就快 我們這個所謂的文明 這個現代的文明 也很快會面臨同一個 即是馬興 我們現在坐在這裏 我們這三個都可能有生之年 都可以隨時可以 很大機會會見到 好 或者我們先做一個小優 幾分鐘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在網上 繼續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各位聽眾 又回到香港出路了 今晚我們有個嘉賓 馬興 馬國輝 你們好 還有袁大明醫生 和我 這麼永遠 要提一提聽眾 如果你們有什麼 分享 或者有什麼看法 你可以傳一個ICQ 進來 308 1084705 另外亦都可以打個電話 進來大家聊聊天 2385 4492 好 回來 袁醫生 教給你 在那本書 亦都提過 我們在讀歷史 將我們所謂以前那些文化 我們叫原始文化 只會形容到他們很原始 很低水平的暴落 但其實有一件事 這些 我所謂比較簡單的 原始文化 他們可以說 這麼多年來 是繼續生存的 沒有這些 輕衰滅亡的經歷 沒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應該 古文書的作者很清晰 其實我們真的 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優劣的文化 是可以持續的文化 不是我們這些 年輕的文化 其實我們能夠持續多久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相比歷史 就很短 你看看那些所謂帝國 比如羅馬帝國 如果以歷史 地球的年歲來說 是很短很短 一瞬間 但是那些古老文化 是很長的 幾萬年 可以幾萬年 可以是 是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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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本書提及 什麼叫做年輕的文化 其實他所謂的 年輕的文化 指什麼呢 這個年輕的文化的特色 在哪裡呢 其實年輕的文化 指大約 始於一萬年前 一萬年前之前 以他們的研究 就是說 奴役別人 這種文化 是不存在的 你看看以前 他們再研究 部落的生活 以前我們不是一個城市 是一個部落的生活 他們 就算是有不和 他們不會去嘗試去 完全去消滅對方 他們只會做一些事去懲戒對方 而不會消滅對方 還有我們現在這個年輕文化 初型就是一萬年前 而我們西方文化的源頭 其實是大約七千年前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在歷史上 我們差不多是七千年前 或者一萬年前之前 是空白了 我們在我們的書本 我們看不到 原來我們的祖先 是有一些 對整個世界 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我們只是覺得 現在這個 生活方式 就是一路 人類有史以來的生活方式 但是正如剛剛所描述過 人類的歷史 是有二十萬年 大約 那麼 之前那十九萬年 他們做了些什麼呢 例如好像 例如放牧 這些都是四萬年前的事 但是我們就沒有了一個 那個觀點 可以比較到 那兩項文化的不同 還有我們 你看到我們 其實我們現在的文化 嘗試是去 去標籤了以前的文化 就視為原始 是視為不好 那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在本書裡說得很好 我們這些叫文明 是的 我們所謂的括著 叫做文明 那麼它有一個例子 就是 非洲有一個族 叫做聖族 那個聖族 神聖的聖族 神聖的聖族 大家都應該聽過 就是《上帝也瘋狂》 二十年前的一部電影 有個可樂樽扔下來的 那它說 它們有個文化 就是如果它在圖中 看到一些完全不懂的人 它是沒有東西吃沒有水喝的 那它們呢 就一定會跟它分享 就算它自己可能都會 分享了之後 可能它自己也會 可能有危險 它都會這樣做的 那它就說 研究它的文化的人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 有人沒有東西吃 沒有水喝 你自己在那裡吃飯 在那裡喝水 它就覺得 就等於現在我們的現代文明 你突然間 走出去一個城市的中心 然後大變 一樣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但是反過來 我們所謂的文明 又怎樣去對一些 沒有飯吃 沒有水喝的人呢 我可以舉個例子給你 前幾天 有一宗倫常慘案 是 那個護主 砍傷了 一個女兒 還有他老婆 然後自己跳樓 原來那個護主的老婆已經喊了一個小時 是嗎?我沒有說 在現場喊了一個小時 老婆就伸了頭出來看 警方就說她6點37分收到4分鐘後 4分鐘已經到了 如果她早一個小時來到 就不會發生的 警方到的 傳媒訪問她們的隔離了 我不知道,我很害怕 很害怕用不著斬我 其實這些看法 是我們現代社會的一個寫照 還有現在這個看法 近這20年裡面好像嚴重了 我覺得人的生活方式裡面 好像越來越孤立 沒有了以前那種互相聯繫的感覺 我想某程度上 我們這個看法也反映了 我們怎樣去對我們的地球 怎樣去破壞他們的資源 我想說回她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也有說其他生態問題 對於地球破壞的問題 我首先想說其實是沒有對錯的 也不是破壞他們 就是一個壞人 可能我們有些事情是不明白 最重要是怎樣可以拿出一個方法 出來大家去停止這種破壞 我舉幾個例子 我們看看樹林 我們熱帶雨林基本上就是我們的肺 地球的肺寶 沒有了熱帶雨林 就不會有氧氣被我們撫爭 它也引用了一些數字出來 都挺驚人的 它說每一天 有20萬英帽的熱帶雨林 是被破壞 那20萬英帽有多大呢 就等於一個香港這麼大 一天 你發覺如果沒有了雨林 沙漠化就會出現 而且地下水也會有損失 如果說到水 又再引申聯合國 那次我看報紙 它說2015年 即7年8年9年之後 全世界會有55億人缺水 現在我們其實只有65億 即是可以想像 那55億人很可能包括大家 而且沒有了水之後 你會發覺引申出來的問題 就是那個污染的問題 那個衛生的問題 傳染病也會增加 然後說到食物 食物呢 原來我們現在每分鐘 每分鐘流失的表土的數量 大約是300噸 這個數量就是 因為我們工業化 我們就會剷掉地 去蓋橋、蓋路、蓋工廠 這個它說 對我們的經濟爭長有幫助 會對我們好 但是你沒有了表土 就表示你沒有了食物 那沒有食物呢 大家都知道是不行的 然後又說回 原來我們的表土是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可以變出來呢 其實不是的 表土要有森林才可以有表土出現 那表土要多久才可以有1英尺呢 大約是400年 在一個平衡的生態環境裡面 需要400年才有一尺的表土 那你見到其實 種種這些數字呢 都告訴我們 我們這樣的生活方式 是不可以永續下去的 不是好像以前我們所說的那些原始人 他們可以在這個地球上面 輕輕地走過 有很有閒的生活方式 然後可以永續幾萬年 我不是說他特別好 只是 起碼我們可以讓我們繼續生存下去 才可以 馬興 我想問一下一些事情 或者是袁醫生 也看看有什麼見解 其實這本書所指塵的那些 很多環保人士都有說的 很多的末日警告 都沒有發生 一些警告 我想袁醫生 你六七十年代 很多這些環保鬥士 經常出來警告 是不是 還有呢 還有我們有個看法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 我們的文化 或者對 是信仰而引致的呢 我覺得其實 一般人都是 我們都不肯接受 我們有這樣的危機 當然如果是 經常感覺自己生活在這個危機 有把刀在你的頭頂 這樣吊著之下 這些日子當然不太過 其實我們 你看回我們歷史上 這些地球的變遷而導致的大災害 其實是出現過的 正經上的所謂 洪水 其實是有這個歷史的 真的當時是出現過的 很明顯是一個地球的變遷導致的 我們最近沒有出氣 叫做明日之後 明日之後 這樣 解釋 其實要這個氣候的突然變化 其實是可以很快出現的 我記得哈克曼最近有一個Email 也有解釋這個現象 當我們水的兩極的冰溶溶得快的時候 溶到這樣 某個程度上 我們那個地球 那個太平洋 大西洋的水流流斷就會停止 沒錯 其實這些問題 可以一觸即發得很嚴重 但始終還未發生 即是一到臨界點 是不需要很多 其實會出現的問題 即是它突然會 是的 即是如果出氣這樣 其實它所描述這件事 其實在科學上 是有很多根據的 即是不是一個科幻小說的景象 我們自己試想一下 因為這些情況不會發生嗎 我們就看看近幾年 香港的沙士 原來一個這樣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所謂病毒 對我們的影響是多大 差不多經濟崩潰 整個經濟可以即時停頓 即時可以崩潰 是不是 那流感 每次流感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 原來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 那看回我們 我們早年的經濟方面 有幾十年前 試過有一次油價高漲 那美國人 大家就要去 就要大家要排隊 要石油 來到輪流 要135246 來到根據車牌號碼 其實這些不是說 未發生過的 是如果它一出現 其實它應該是很嚴重 而所需要的觸發點是很少的 就是很多時候 當然我們各個人 都是不希望記得這些這樣的景象 但是我們希望 不要像我們過去那些古文化 羅馬帝國 有幾個很大的文化 曾經傳承 毀索不達米亞 是的 這些文化 其實在傳承時期 都想不到它們會毀滅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切身想像 以前這些這樣的古文化 一個偉大的古文化 可以信息消失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個不會呢 我們一樣是有這樣的可能 其實對它們來說 它們當時不是一個古文化 從它們來看 它當是一個文明的 就像現在我們的文明一樣 有些人說 現在我們處於一個時間 就是等於1600年前 羅馬帝國崩潰之前 他們看不到自己會滅亡 很輕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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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永遠都可以下去 你看我們那些電視劇 那些皇帝 每一個都說 覺得永遠可以切下去 萬歲 萬歲 當時是 當時是他這樣看 其實馬興和袁醫生 我有個看法 為什麼經常會陷入一個這樣的循環 是不是因為我們一定有些信念 沒錯 正如這樣去毫不掩飾地 去拿那些資源 去破壞大自然 都要去拿 是不是我們有這樣的信念呢 比如好像《舊約聖經》 第一劈頭第一句創世記就是 神就給了 我給了一個權 給你們人類去管理大地 那你經常 是不是去管理 我就可以去如取如攜呢 是不是這樣的理解呢 這些人 這就是我們所謂延輕文化的特色 我們是一個侵略性的 一個地球的資源 是當作一個無窮盡的資源 我們是拿來作為我們人類的享用 神父與我的 金兄你覺得很對 好像以色列打黎巴嫩一樣 這個是我的神聖的土地 是我的 我是智慧的 我不是侵略的 是不是經常都是這樣 這些文化 其實人類的戰爭 令到地球這麼紛亂 分開兩大類 人類戰爭 一是聖戰 一個就是要拿資源 資源的戰爭 我想現在人類的自大 沒錯 是源於我們 一些信念 因為行為背後其實就是信念 你改變到信念 就改變到行為 你看到在近代 譬如希特拉 希特拉 和毛澤東 他都是很厲害 可以改變到你的思想 他不需要告訴你做什麼 他只要改變到你的思想 你自然就會做那些事情 我們某程度上 我們對自己存在的信念也很重要 譬如聖經講 正如有金興講 萬事萬物 基本上都是為我們而生存 沒有了人類 這個地球好像沒有意思 因為有時我會和朋友去談 你可不可以幻想一個沒有人的地球 他說不可以 他說沒有人的地球要做什麼 就出現了我們的信念的根源 我們不停地去重複我們的歷史 輕衰歷史 我們背後那個文化故事 很明顯我們沒有改變 那個看法都是一樣 只是用不同的角色去扮演 如果要一個真的可以比較深入的改變 我們才會改變我們的看法 還有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新的文化故事 一個文化故事就是 你說給你自己聽 究竟你是什麼人 譬如聖經舉例 就會說你是一個罪人 這個也是一個文化故事的一種 罪人都很嚴重的 挺嚴重的 有時我們都會看看 為何我們人類的文化之下 我們人類有這樣的行為 這個行為的背景是怎樣出現的呢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Medical Mafia》 《醫療黑手黨》 那個作者其實很詳細分析 不是只是說醫療健康的問題 其實是說我們財富分配的問題 其實我們法律制度的問題 其實都是源於我們的人 一般都是生活一種很不安全的 是需要保護的 往往都是依賴政府去保護我們 而那本書亦都提及 其實政府背後 其實很多這些是有什麼人控制呢 例如好像我們的世衛的組織 世民的組織 跨國的公司那樣 其實他們有一個 我有一個 有一個 他有一個議程 他想去做什麼 那麼最終最終 我們就是 好了 那我們怎麼算好呢 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 我們怎樣可以扭轉這件事 或者可以阻擋這件事呢 其實在我的了解方面 我們整個的經濟 都是基於我們的經濟 是要不斷增長的 那才可以生存的 那其實你某個程度上 你覺得是很荒謬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 要不斷增長呢 如果不增長 他會自動毀滅的 那很明顯就是 一個很不合邏輯的 是吧 那你未大家是這樣 如果這麼多人 大家一樣工作 或者我經常感覺 我們經濟呢 為什麼會有成程 是周期性的高高低低的呢 其實是很不合邏輯的 因為我們 我們大地的氣候的轉變 沒有這樣的周期性 五年三年高高低低沒有的 我們人類工作的方式 又沒有說我三年之後 我有些人大罷工 不做事 全世界沒有發生過這件事的 但我們看到呢 我們接受了這個現象 我們的經濟 就會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那其實你想想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出現呢 我的近來的了解呢 其實背後呢 是有些機制是推動它的 因為這些高高低低呢 它才能夠呢 是趁高低的波動裡面 是剝奪我們的資源 是割了和青 割了和青 其實是沒有什麼需要的 我們做事 你有沒有說我延遲 經濟好的時候 我們做多一點沒有 今時今日我們一樣做事 那就是令到一般人 會沒有安全感 它要製造這個 令你沒有安全感 它就給予大家一個假的安全感 其實我們經常要求政府的社會福利 政府的醫療的保險 其實只有基於這個心態 其實我們以為我們這樣去 政府是可以給予我們的安全感 可以給予我們的保護呢 其實是絕對不會的 大部分國家的所謂那個 他們的資源呢 和它的儲備呢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 不用很久了 到我們人家老了 根本我們就完全是沒有了錢的 大家都是空殼的 只不過呢 你不爆我 你不爆我不爆呢 那大家當若無其事 大家一直這樣印那些紫銀子 假銀子 給大家來推動而已 其實大家的庫房 好像國債 好像我最近剛剛立到日本 原來日本那個 由於想加稅 由於一個銷售稅 要加到10%這樣 那它說5%不夠 原來日本那個 那個國防那個缺 那個deficit 差不多是 它的國民總收入 一年的150%的 我常常以為日本是很多錢的 我有一種錯覺 以為它是外國儲備金最多的 我亦都知道 好幾年前 我去回加拿大 探望我的醫生朋友 他們說我們要買金 要儲備金 我聽到呆了 什麼意思 就是儲金是一種最原始的 手材的方法 他們都透露 其實根本加拿大國庫 根本大部分是虧蝕得很厲害的 大家是當作又無其事 如果一天爆發 其實大家都沒有錢 大家都欠債 好像日本 97年 98年 房地產爆了煲 那就欠了很多債 沒有理由 它不是突然之間出現的 很明顯 一向都隱藏著這個現象 危機一向都在 但我們不覺得 就是這些原因 好了 整個機制 其實是製造這些不安全 需要保護 來不斷地盧認我們 其實我們如果看通了 根本很多的問題都可以看通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我有時聽見經濟衰退 我覺得是好事 其實我們整個經濟的動力 如何消耗能源 如何消耗自然的資源 好像現在大陸一樣 我們用的能源不斷消耗得快 經濟增長得快 如果我們不斷地 地球的資源 抗物 將它變為一個用品 做得愈快 經濟就變得好 但我們同時 這種活動 是不斷地加速地球的摧毀 所以每當我聽見經濟衰退 什麼都慢下來 其實是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還可以拖慢 或者可以捱耐一點 好了 問題是否真的這麼僵 即是否真的沒有出路 我們希望 現時我們做到 希望將這本書 多些介紹給別人 好像馬國輝那樣 自己的銀河包 在登報紙 我也奇怪 他不是賣這本書的人 他只不過希望多些人接觸 其實有一種說法 當我們的人類 有這種意念的人 如果越多 我們有一個突然之間的共識 是會啟發我們很多人 即是這個類似蝴蝶效應 或者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 這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 這個我們也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的人 其實可以做這件事 我們將這些資料 自己看到之後 當作是買些書送給別人 很多時候我們送禮物 我們不用送消費品 巧克力糖等等 我們可以送這些書籍 讓多些人 接收到這個訊息 開始想這個訊息 有一天 當我們真的需要改革 需要停頓我們的經濟 接受一個 沒有那麼違反地球的 資源的生活方式 我們覺得是可行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有一線的希望 沒錯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有希望 我們的目標 要帶出來的是 我們還有希望 也不要因為事小而不早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會引發什麼後果 譬如我當時登廣告 我不知道今天會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這本書一樣 希望可以真的 趁著還可以做到事的時候 我們做些事 很少都不要緊 是的 好像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 經常很強調 我們覺得人類這麼久的歷史上 出現這麼多問題 我們不斷有不同的領袖 偉人 出現來企圖 幫我們做好些事去改 但你可以看到 今時今日 我們的問題 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這樣的現象 令我引起 其實如果我們用 基督聖經的神 這樣的價值去看 神如果是一個慈愛的神 是一個公平的神 他一定會構思 我們人類需要解決的 是一個很普通人 都能夠做得到的 不是一個很深奧的 其實最後的解決方法 永遠應該是很簡單的 於是我們撤爛這個 香港更好大行動 我們就要放這個訊息出來 其實人類所有的問題 真真正正的要解決 都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 踏一步出來 做些事 做些事 即是馬興這樣 就是了 我覺得馬興當時就做到這件事 他認為他自己的資源能夠做到 出了幾千元 買幾個星期的廣告 希望將這個訊息 給更多人了解 亦都是拋磚引玉 其實香港很多人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經常以為 這個專制 地球的問題是很複雜很複雜 其實如果神的設計 是這麼奧妙 我覺得 其實最終 我們一想到那個真理 其實地球的解決方案 應該是很簡單的 我們說 其實怎樣簡單 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地球上百分之二十個人 不是身為一個臨死貧窮的邊緣 我們有多餘的資源 是可以拿十分之一 要用回我們 《聖經》所說 因為我對其他的宗教 我認識不多 我覺得其實每個宗教 一定背下有這些信息 只不過我們有時候 堅疑不聞 聽言都不了解 其實信息是很簡單的 解決的問題是 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上 就不是要依賴政府去改革 政府再成立多些條例 來保護我們 請多些所謂的聰明人 是的 所謂聰明人 其實所有的問題 其實那個解決方案 就是我們香港每一個人 我們地球上每一個人 能夠做到什麼 馬兄這個真的是版 即時做 Action 好 我們再說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 《古老陽光的末日》 《搶救地球的資源》 作者是湯馬士哈特門 這本書在香港 我相信大部分的書店 都應該有得買 圖書館有一隻 圖書館有一隻 好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很快都夠了 一個小時很快過 我們希望下一次 再跟大家繼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 因為下星期 金銘賢 和家人 要出去 休息一下 所以 你會暫停一停 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會再來 在星期五晚 9點 袁醫生 真是不好意思 各位聽眾 應該是再下個星期 再下個星期 好的 我們下個星期 都可以繼續 好的 這個時間表 應該可以 好的 多謝 多謝各位 多謝所有聽眾